OK,好,对,那个,待会儿我会跟大家讲怎么去实现ChatGPT的百分之百的记忆,包括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在我们那个,就是有一个阿旺啊,什么阿血啊,什么的那个机器人,那个微信群里头,不知道有多少人在,啊,不会啊,百度八度全在,如果不在的话,大家可以让你们那个同事给拉进来,我们这个,就在那群里面天天去调新那个机器人,那个机器人其实是有记忆功能的,而且,但是那个记忆呢,是我们自己做的, 就等于它是记在我们的database里面,不是记在这个open-item的database里面,怎么做,我待会儿和大家去分享具体的做法,嗯,我想问一下美国的商业模式和中国的商业模式,对,意义这ChatGPT是要区别的,OK,商业模式,OK,US,VS,China,好,好,还有吗,注意点问题, 还有什么,大家脑子里面想了解的,OK 这个时操的问题就是,怎么基于这个现在GPT,然后为我们自制的,生产的这些一个内容的物料,然后实现这个内容的这个快速的一个创作,就是文章那些课计,嗯,创作,OK, 创作是现在现在GPT大家常用的一些技能,到底怎么样做,那但是呢,呃,呃,呃,基本上我们在用的时候不太用这个功能,呃,而它有些其他的自然语言处理的功能,可能对我们这个创业者来说的话,会更加有帮助一些,虽然它包括了创作,呃,不过这个待会儿的话,我们可以更细节的再聊聊,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吧,同学们,最后一个问题,还有谁啊,啊,来,这个,我听过现在有一个700的一参数的这种开展的那种大模型,嗯,呃,就是基于它做一些私有化的一些,一些方式,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,OK,我觉得没有意义,不过待会儿我们来说为什么,OK,好,我们就这些问题吧,差不多了吧,好吗,基本上就是我觉得也差不多涵盖了这个,大家对, 所以牵扯GPD有可能有的一些问题,那我们就直接开始,就是说,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,大家都用过了,对吧,用过牵扯GPD举手,用过的,任何形式用过的,对吧,应该大家所有人都,然后都觉得好像过了一个点,这根点之前我们认为人机对话不work,为什么不work,我们可以吐槽三个晚上,对吧,反正各种各样的不work,